我们首先先把南瓜 辣椒 味噌放进去 这个机器里头做搅拌的动作 那接着呢我们再把柠檬皮 柠檬水跟虾优格再加入 再搅拌一次 最后呢 起司粉加一点下去做调味 那一个很棒的调味沾酱就完成了 这是我们做好的希腊优格咸酱 这是我们做好的调味沾酱 这是我们做好的调味沾酱